这是仁川市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陶绍华给来道歉 评论里面有人问 因为这次灾难现在已知就知道死了31个 那么现在有人问怎么一把手不来道歉的 一把手干什么去 是负的 现在呢开新闻发布会了 新闻发布会呢 说这个成立了17个专班 也要一对一 还要组织20名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 要协调周边的宾馆提供这个食宿 安排四名医护人员随时为家属提供医疗救护保障 评论里呢 真的是代价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一条独立了 我还不放在这儿啊